辽宁营口有一座用美食做名字的城市 霸鱼圈 很久很久以前 这里住着一个年轻帅气 就是穷得叮当响的渔夫 我们就叫他不白捞吧 一天不白捞下海打鱼 捞了半天什么也捞不着 饿死我了 再捞一只 再捞不着 我就把船吃了 结果这一次 他打捞上来了一只可爱的小霸鱼 正当不白捞 点好火 升好炉子 准备好筷子 回头一看 霸鱼居然不见了 傻子 我的霸鱼哪去了 我要吃船了 死去船上 居然传来了一个姑娘的声音 哈喽 帅哥 原来被你捕到了 好怕怕 这臭丫头居然吃了我的霸鱼 还抢我的船 滚毒的 原来这个场子不是霸鱼公主 他老爹正是当地 著名海鲜大神霸鱼大王 霸鱼公主不小心被捕 而不白捞居然好心放了他 这让霸鱼公主非常感动 不白捞我真是个蠢眼啊 结果霸鱼公主 就这么天天想 夜夜想 居然就得了相思病 于是他对父亲 著名海鲜大神霸鱼大王说 这王 你说霸鱼的 也得找得下结婚是吗 哈哈哈哈 我女儿看上了哪海鲜 哈哈哈哈 看上了一个老海鲜的 但是他也不白捞 是不对 他就叫不白捞 你个孽章 居然爱上人类 爱上人类也就罢了 居然还爱上个老鱼的 爱上老鱼的也就罢了 居然还不白捞 你是将给我们霸鱼全族 带来灾祸吗 于是霸鱼公主 被软禁在了深海之中 也被他吃了一半 以前他在照例吃船 没想到 哎呀 船漏了 哎呀我的妈呀 古白捞落入大海之中 沉入海底一睁眼 哎 居然是那个 吃我霸鱼蹭了船的丫头 难道就是你吃我的船 害我落入大海 霸鱼公主赶忙解释 并且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帅哥 我们真的好有缘分呢 是不是 你不是本地霸鱼吧 咋说话像海外敲宝呢 哎呦 我就是本地霸鱼公主 俺就是最近看偶像剧有点多 于是二人一同向霸鱼大王提进 霸鱼大王说 哼 你们俩要想在一起 只有一个朝铁 就是你这个臭小子 必须变成一条霸鱼 哑入我们霸鱼族 不料不白捞 居然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为了我心爱的公主 我可以变成一条 丑老的霸鱼 丑老的霸鱼 离婚 并没有 他们就这样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里的霸鱼也越来越多 人们为了纪念这段浪漫的故事 在霸鱼山的海边 立起了一座六十米高的 巨型霸鱼公主巷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